兩年前那個那個什麼好像是星光金的那個經理叫做那個林克信 吊到山下面去了才讓這首歌又重新被發掘出來 他當年就是受到這個月光小夜曲的 所以這首歌的這個啟發然後就是 後來就一直往山裡面去尋找這個沙用他的故鄉 那在最後一次就是最後最矮 那所以這首歌又被同學那個發掘出來 那當初為什麼會有這首歌 其實這事情發生的時候是在昭和13年 那時候那個沙洋釣到那個釣到西裡面失蹤的時候 他那時候是幫他們的老師那時候也是警守 警守就是這個住在那個山裡面的派出所的園警 那時候的山裡面那個住在山裡面的這些那個園警 其實他們還除了維持治安以外 其實還附有教育這個原住民的這個任務 所以他既然是既是他們的治安的維護者也是他們的老師 然後那個沙洋那個沙洋其實他本身是那個 是他們那個青年團青年團的其中一員 那因為老師要去要去入伍 所以他們就幫那個老師在搬行李 在下山的時候因為那個溪水暴潮掉下去後來行蹤不明 那在那時候的報紙其實就出現叫做那個翻覆墜入溪流行蹤不明 就只有這幾個斷斷的一些報道 其實那時候很多人也沒有特別去注意 甚至連那個專門在報導這個翻地 就是那個原住民居住地的那些翻地事情的那些雜誌也沒有提到 也就是說只有稍微提到說有誰發生過這件事情 但是並沒有說特別去宣章 那時候呢叫李番之友 那時候李番之友並沒有報紙 而且統治當局也沒有去特別注意 但是這個事情到長谷川親總督上任之後有新的發展 在朝二十六年這種已經中間經過了 從十三年到十六年就差了三年 那經過三年應該是有 長谷川總督想要去炒作這個 就是把這些事情把它炒作成變成是一種愛國情操 所以他就是就是那個送了這個沙漾之州 給這個當地這個利友亨社 然後這些事情就是後來台灣總督服務員 動員各界在讚揚這個愛國事蹟 其實這個東西其實也很奇怪 他只是幫幫他們老師去拜訓你摔到西域裡面去 然後可以把它炒作成這個愛國事蹟 因為那時候其實也是進入這個全國的精神總督員 所以其實需要一些特殊的這些愛國事件來激勵人心 所以這個事情就被炒作起來 然後在朝頭十九年的時候 甚至台灣總督府把沙漾之中 也編入這個初冷國語科的科本裡面去 然後這首歌其實我們可以看 他當初在製作這首歌的時候 是朝頭十六年 就是這件事情台灣總督府在炒作的時候 這個古魯美亞會社 他就是由西條八十來寫作詞 然後古賀正蘭 古賀正蘭大家都有聽過 古賀正蘭他其實算是日本的曲神 他做了很多曲 其實跟西條八十一樣 他們兩個人的詞曲在日本相當有 很多今年的歌曲都是這兩款合作所製作的 那這首歌沙漾之中他的歌曲是朝頭十六年發行 但是朝頭十八年才發行這個沙漾之中的電影 所以那個沙漾之中這首歌 他的後來我們把它改編叫做月光響夜曲 那在朝頭十八年發行的這個電影裡面 是由李香蘭所扮演沙漾這個角色 但是他也為了這部電影 又另外再做了一首歌叫沙漾之歌 那這首歌其實 雖然也是氣下八十跟古賀正蘭的詞曲 但是他就比較像是那一種印第安風的 就不像是我們現在給他聽的沙漾之中那麼的優美 他就比較像是原住民那種戰歌的那種感覺 那我們來聽一下這首歌 也繼續唱大街 也不能上來人們尚來人們尚 忍 produk的沙漾而來人尚 製作語尾人票 不能不 bott any人 那樂成賞支持 兒女 з形也來 是非堅定 Reĩnhiel 今は未來無に 歌手へ Think of the night 雨は降る高 也去太陽 作詞・作曲・編曲 初音ミ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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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